桃園市水灯节活动12号在平镇椅卫宝台纪念公园举行 水灯节是泰国重要的节庆 今年市府邀请缅甸柬埔寨的新住民一同参与 除了放水灯祈福 现场还有美食 泰拳以及传统服饰等摊位 开放民众体验 请市长还有我们的马副代表 我们一起来施放水灯咯 将水灯放进水池祈福 桃園市长郑文灿12号出席桃圆水灯文化节 祈求役后国泰民安 水灯节是泰国重要节庆 桃園是泰国籍新住民人口最多的城市 举办水灯节别具意义 这个放水灯代表把不好的过去都能够离开 迎接光明的未来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让所有的 这个新住民家庭一解四乡之仇 今年水灯文化节除了泰国 还邀请印尼缅甸柬埔寨的新住民 共同参与进行文化交流 民众戴上手套护具体验刺激泰拳 另一头还有东南亚美食品尝及传统服饰体验 让到场民众感受东南亚的独特魅力 想出国很久了 然后想说刚好这个活动想要来体验看看 因为也没有穿过泰服 就穿起来的感觉 就感觉很棒的 蛮漂亮的 像我也是印尼华侨嘛 那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像泰国啊柬埔寨 如果没有这样摆设出来 我们也不晓得他们的文化有哪一些 活动现场民众不分国籍 一起跳舞做水灯DIY 欢乐气氛让人感受到桃园族群共融的包容性 欢迎订阅我们来看